吉安东隆宫温王慈善会 在元宵节特别捐赠了 2500斤的白米 透过吉安湘工所的社福平台 发送给乡内弱势家户 还有中低收长者 将拿游淑珍亲自颁证了感谢状 吉安湘工所前打起帐篷 桌上摆满一包包白米 这些全都是吉安东隆宫温王慈善会 所捐赠的爱心 希望透过吉安湘工所社福平台 发送给乡内弱势家户 及中低收入户长者 花莲东隆宫持续爱心 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我们的带领者黄金波先生 那他这次就是带领我们 一起我们东隆宫所有的善心人士 一起集资一些白米物资 来到我们吉安湘 因为我们是位于在吉安湘的庙宇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次我们支持我们这边的 关怀我们这边的弱势族群 那我们这次提供了2500斤 那也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持续为我们东隆宫 我们所有的大家的善心 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发扬光大 东隆宫持续爱心关怀行动已多年 最高还曾经捐赠出 两万斤白米给全县国小 对于这份善行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证感谢壮 表达诚致谢意 感谢各宫庙来 溢足我们的力量 今天是我们东隆宫 赞助了2500斤的白米 发放给我们低收 中低收跟中低老的家户 我们相信有众神菩萨的护佑 带来了平安健康的豪密 送给家户之后 祝福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 这次的捐赠活动 在吉安乡内 总继有300多个家庭 因此受惠 而公所也将持续吸收 各庙宇三星团体 将有限设服资源 抑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 乡亲身上 让吉安处处充满幸福与关爱 记者徐立芹 吉安乡报导